雞毛鴨血 雞毛鴨血 雞毛鴨為何會拉鴨進來 即是說呢 雞毛... 喔! 即是死了一個人 但有個雞毛 但又有鴨 然後又有血 即是你的屍體亂來的 因為你找到雞毛 即是雞被人殺了 但又看到鴨的血 那不就是... 喂... What? 那個Porn好像不在這裡 No! No!清清 即是你叫雞 然後轉一頭你就叫鴨 一叫雞就知道為何會找到鴨的屍體 你以為你鴨 兩個人都對 No! 那隻寄宇 爸爸 雞毛即是叫了雞進來 然後鴨血 即是屍體變成鴨 那雞去了哪裡 No! 即是看到女人進入家屋 但為何這個男人會死掉 回來了 雞毛鴨血 那雞是女人 鴨是男人 即是女人進入了 然後那個男人死了 我會覺得是 鴨毛雞血 真的雞毛鴨血 喂 他現在說了雞毛的毛 還是雞毛鴨血 雞毛鴨血 雞當然是沒有鴨血的 雞 我現在說了雞毛 那些毛 現在是鴨血 你看 你看雞毛 那隻雞毛 即是他那個地方 但是為何在裡面會變成一隻鴨的血 那就是一個女人進來 然後那個男人死了 MAKE SENSE 那隻雞毛 即是那個雞 入了一個女人進去 詞語就是說 我被你弄到雞毛鴨血 那還不妙 他被人弄到那個女人進去 然後男人死了 那他就兩性了 我被你弄到雞毛鴨血 你弄到雞毛鴨血 即是我 我本來是雞毛 即是我一個女人 我進了一間屋 你罵到我變成一個男人 還要死了 你們有沒有一些詩詞話意 有些有些形象 有些好像 怎麼說呢 有些好像很詩意 雞毛鴨血 都不一樣 說完一隻雞 你說 你弄到那隻雞 雞毛鴨血 本來罵隻雞 一定要賺隻雞 哈哈 哈哈哈哈 即是你一進房間 整地雞磨 整地鴨血 什麼感覺呢 即是弄到暖龍 NO 即是一隻雞強 加不到你的鴨 雞強加到你的鴨 哈哈哈哈 好 我幫你做給你看看 看什麼情況 拿這隻鴨 我看看怎樣拿 你是雞來的嗎 HU 誰說那隻鴨 說它不能做雞 當著才行不行 清清做鴨 我做 雞 咚咚